6月份,美国国务卿访华 7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 这几天,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也即将访华 经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 克里将于7月16日至19日访华 双方将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交换意见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说 气候问题背后美国的险恶用性 关于全球变暖问题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感受 我是江苏苏北人 我还清楚地记得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冬天经常下雪 而且河面上结冰能走人 我们也经常在河面的冰上玩 但是,现在气候变暖得非常厉害 冬天雪很少下了 结冰的时候都不多 更不要说冰面能走人了 所以,关于气候变暖的问题 不需要再有什么数据来证明了 年龄稍微大点的人都会有切身感受 主流科学家认为 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就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的 二氧化碳被称为温室气体 当然了,也有极少量的科学家和阴谋论者不认同这个观点 关于全球变暖到底是不是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既然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同了这个观点 那么我们就当踏实了来分析问题 美国主要有两个政党 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和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 这两个党派在气候问题上的政策是截然相反的 民主党认同气候变暖是由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 共和党则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 民主党认为气候问题是由工业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 所以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美国积极推动并加入了欧洲主导的巴黎协议 共和党认为气候问题就是一个阴谋 所以特朗普执政时候就又退出了巴黎协议 特朗普下台后民主党执政又返回了巴黎协议 美国两党为何在气候问题上出现如此大的分歧 其实这个背后是由双方的利益不同导致的 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是上升到政治问题了 民主党代表的是华尔街金融财团 硅谷高科技财团 包括新能源 好莱坞文化财团等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在生产的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是非常少的 而且民主党是以意识形态立党的气候问题关系到子孙后代 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必须要控制气候变暖 这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但是共和党就不一样了 共和党代表的是传统制造业 石油石化等利益集团的利益 这些利益集团在生产过程中释放了巨量的二氧化碳 而且共和党更在乎眼前 不太在乎政治正确 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至于将来就由后人自己解决吧 另外大家再看看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 民主党的支持者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 共和党的支持者大多分布在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自然害怕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内陆地区对这个问题的担忧自然就没有那么大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美国气候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科学问题 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 既然气候问题是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那么两党必然要逗出一个你死我活来不可 拜登上台后 气候问题就成了拜登政府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拜登政府可以依此对新能源行业进行补贴 为自己的利益集团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同时可以对化石能源进行打压 打压支持共和党的利益集团 现在大家能明白气候问题 对于拜登的民主党来说有多重要了吧 也能明白克里访华的重要意义了吧 克里访华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想要中国配合美国气候问题上的战略 让中国在气候问题上配合美国 难道仅仅只是为了协助民主党和共和党内斗 当然不可能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美国想要中国配合美国 是为了方便跨国资本集团剥削发展中国家 大家看下面一个图 这个图是2022年全球GDP排名前十的国家 排名前十的国家中除了中国 印度和巴西外 其他的都是G7国家 这些国家的工业都比较发达 大家想一下 如果中国同意和美国在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 会发生什么 如果中美和G7国家联合起来了 同时对那些释放大量二氧化碳的国家 进行制裁的话会发生什么 中国不给那些国家提供中低端制造 欧美不给那些国家提供高科技和金融服务 你说那些国家还有活路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 就是因为他们发展的相对比较差 工业化的程度还比较低 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 道路 桥梁 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差 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泥 钢材等 我们以电力为例 最廉价的发电自然是火力发电 就是使用煤炭发电 这个污染是非常大的 但是如果不使用火力发电 采取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核能发电等 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大 技术要求也非常高 根本不是一般穷国能承受得了的 所以如果中国在气候问题上 和美国穿上同一条裤子 那么就可以逼迫发展中国家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大量贷款 然后由中美欧等国的跨国企业 帮助他们建设高科技的发电设施 如果需要的资金太大 一些穷国连贷款都贷不起怎么办 这时欧美他们就可以用碳排放权来剥削他们 你想使用污染比较大的煤炭发电也可以 但是由于欧美给你分配了定额的碳排放量 超过那个量 你就必须拿钱从用不完碳排放的国家购买 那么中国是什么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的中国在高科技行业发展的也非常不错 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这块 如果我们加入欧美的行列 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一笔巨大的收益 我们的光伏发电 水力发电 风能发电和特高压技术都非常厉害 在逼迫一些穷国发展火力发电后 我们的企业也必然能从中大赚一笔 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愿这么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么做对发展中国家非常的不公平 全球变暖主要原因是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导致的 而不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导致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到现在 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 哪里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 相反 一些欧美国家在200年前就进入了工业社会 而那时的技术是比较落后 无论是发展电力 钢材水泥 化工 汽车等 都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道理很简单 100年前 哪怕是最省油的汽车 释放的二氧化碳 也要比现在最差的汽车 释放的二氧化碳要多 所以 毫无疑问 欧美国家扛起为了全球命运 和全人类命运的大旗 这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我们不能反对 我们必须支持 但是 由于全球变暖 主要是由一些发达国家造成的 所以他们必须要承担代价 第一 必须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 帮助他们发展清洁能源 第二 必须给发展中国家分配足够多的碳排放量 但是 欧美不愿意 路透社13日报道称 当地时间周四 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当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不会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地域方大会达成的气候赔偿机制 不会对遭受气候灾害重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资金 美国不会给钱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 我家比较富有 已经建了房子和道路 用了大量的水泥 刚才等 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你家比较穷 现在才开始建房子和道路 这是我对你说 你造成了污染了 必须要赔我钱 你觉得这公平吗 关于气候问题 中国的态度一直都是明确的 第一 中国始终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 第二 全球气候治理必须要做到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 所以 这次特理访华是不会和中国谈出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的 除非美国承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赔偿资金 包括给中国 当然了 碍于政治正确 我们也无法将克里拒之门外 柴晋在访问丁仲理院士的时候 丁仲理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 中国人难道不是人吗 今天 我们也要对欧美国家发出一句灵魂拷问 发展中国家难道就不是人吗 欧美国家想要拉拢中国 然后强力推动气候协议剥削发展中国家的意图 必然是不会成功的 我将会发生过去灵魂拷问 你会发生过去灵魂拷问 对这次灵魂拷问